记住,快乐来自于相互帮助 环境永远不能让你圆满 但是,环境有时会让你变得更痛苦 或转换成更好,取决于你的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你用菩萨的心去做对众生有利的事情 与天地契合,自然得到菩萨和护法神的保佑 师父还说,人生充满着自在和快乐 这就是常乐我尽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早上做菜的时候,锅里油温真的很高 一滴热油快准狠地溅入了我的左眼里 瞬间,我的眼睛睁不开,特别地疼 我疼得说不出话,在心里就和菩萨妈妈说 菩萨妈妈,我的眼睛好疼啊 请您保佑我 叫了菩萨妈妈之后,感觉好了许多 这时我才叫了家人 搀扶我到洗手间用冷水洗脸 不断用冷水洗了两三分钟 逐步不疼了 慢慢地还睁开眼睛 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是太感恩观世音菩萨了 以前做菜的时候,热油溅到手上都起了水泡 眼睛这么敏感脆弱的地方,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过后,我上网查了一下这种情况 很多种处理方法,严重的可能还要做手术 目前还处在39周岁的节 应该是过了一个节 马上也快念经九年整了 这些年真的是非常受益 灵验世纪数不胜数 感恩佛陀,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诸佛菩萨慈悲保佑 佛菩萨的慈悲如阳光般温暖 如细雨般悄然无息地滋润着佛子的心田 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 简单分享几则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 以前已经分享过的不再赘述 孩子从2013年开始念经 2021年缘分成熟 许愿吃全素 2022年许愿一门精进 1.高数补考通过 孩子还在读书 从小到大数学都是弱小 由于高数补考没过 压力很大 如果再一次补考不通过的话 将会延期毕业 孩子针对数学考试 许愿放生念经消业账 自己也很努力去复习 同时我也主动说到时帮他助念 之前收过考试时帮他助念 通常一忙又忘记了 惭愧 我提前问他打算哪个时间段考试 在规定时间内自己安排时间在网上考试 到时请假帮他助念 他说要再巩固一下 有信心了再来考试 先生提议考试找人帮忙 孩子蜿蜒相聚 相信他可以的 他跟我说 宁愿不要考试成绩 也不能丢了人品 不管怎样都不能放弃做人的底线 特别是作为一个佛子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4月29日在上班时 收到女儿的图片信息 显示补考通过了 他没声张就考试了 顺利过了 当然 这次也没有帮他助念 感恩诸佛菩萨慈悲保佑佛子 二 手指受伤后 当晚梦中上药 返校后 昨晚十一点多 孩子发图给我 食指裂了个口子 正在滴血 而指甲缝里也渗满了血 他说 晾衣服时 由于刚洗完衣服 手上有水比较滑 晾衣杆从手上滑下 晾衣杆的头脱落 手按在了没有晾衣杆头的空心 晾衣杆圆管边缘上 把手割出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口子 我告诉他 用大杯水洗一下 返校时 用矿泉水瓶 装了一瓶大杯水 他说 除了刚才割到的一瞬间 有一点痛 其他完全没感觉 消毒的时候也不疼 孩子说 感恩菩萨保佑 那个晾衣杆是长满了绣的 不是菩萨保佑 可能会破伤风了 孩子所言极是 从图上看 晾衣杆是不绣钢材质的 就像一个圆形的刀子 今早孩子说 昨晚梦见在山口上 敷了云南白药 我们能够平安度过的每一天 不是菩萨保佑的话 会这么吉祥吗 三 我跟孩子说 人间的妈妈 帮不上什么忙了 往后余生 要靠天上的 观世音菩萨妈妈 来帮忙管了 有什么事 观世音菩萨妈妈 来得更快 处理得更圆满 要多求 这位天上的 伟大的妈妈 菩萨慈悲 孩子的境况 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醒 提醒他要努力还债消业障 稍微精进一些就鼓励他 梦中就会有吃的喝的等一些法喜的事情 学习心灵法门以来 大大小小的法喜事情真的是数不胜数 用心体会就能感受到诸佛菩萨的慈悲无处不在 希望简短的分享能让更多有缘人受益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子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所以在家里有时候不开心 没有关系 因为它都会过去 我们不能老纠结的 有一个年轻人抱怨自己的妻子 哎呀 我的老婆今天最近怎么变得忧郁啊 人们非常沮丧 常常的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我叫 并开始骂孩子 我太太过去不是这样的吗 这以前没有发生过 她无可奈何 就开始找借口 躲在办公室 不想回家 这一天 她磨磨蹭蹭地回家途中 碰到了惠明禅师 惠明禅师 看着她一脸沮丧 就问她 小青年 你怎么了 这个青年回答说 哎 师父 我为了装饰房间和妻子发生争吵 她说 我很爱好艺术 我远比我妻子更懂得色彩 我们两个人为了房间的颜色 大吵一场 特别是卧室的颜色 我想起这种颜色 她一定要那种颜色 我不肯让步 因为她根本不懂色彩 判断力的大和小 强和弱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惠明禅禅师说 这个时候 你妻子要把你办公室重新布置一遍 并说 原来布置的不好 你会怎么想呢 这个青年人说 那我的办公室 他不能怎么布置的 对了 你的办公室是你的权利范围 而家庭以及家里的东西 则是你妻子的权利范围 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去布置她的厨房 那她就会有你刚才的感觉 好像受到侵犯似的 当然 在布置你的睡房 最好双方意见一致 如果要商量 妻子应该有否杰权 青年人恍然大悟 回家对妻子说 老婆 你喜欢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吧 这是你的权利 随你的便吧 妻子大吃一惊 丈夫怎么突然之间改变呢 丈夫解释说是 一个长老开导了他 是他错了 妻子非常感动 两人商量之后 言归于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们总是用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而且还总是自以为是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念 所以应该做的是尊重别人 宽容和包容别人的选择 所以善于原调对方缺点 善于融合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 做一个肯理解能够包容他人优点和缺点的人 才是学博人的慈悲理念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人必须要干净 人要无我 你才能得到快乐 正得了自己的佛性 才能得到学佛学法的快乐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音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